主料,鹅椒糕250克,辅料,核桃仁250克,冰糖250克,枸杞150克,红枣150克,黑芝麻200克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取鹅椒250克,砸碎,泡好的鹅椒放入水中隔水熬,边加热边搅拌,直到鹅椒全部融化大约30分钟, 放入冰糖,直到冰糖融化大约30分钟到40分钟,放入红枣,枸杞,核桃,黑芝麻,搅拌均匀,裹上鹅椒20分钟关火,将橙汽内铺上保鲜膜,把鹅椒倒入橙汽内,凉凉放冷藏24小时即可,24小时以后取出切片,食用,早挨个一次,10克左右,一片有益健康又好吃, 烹饭技巧,高血压孕妇仍宣进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